2017年4月14号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在钓鱼台国宴举行新任总领事 何伟和孙畅康利到任招待会 加拿大三级政府官员和大多伦多地区华人社区代表 等近千人出席了晚宴 何伟总领事首先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他说在中加两国友好关系进入黄金十年期间 到达多伦多工作感到任重而道远 这个领区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和加拿大合作当中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到这儿我也更加有信心 看到这么多热情的朋友 他们对我们的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所以刚才正像我在这次当中所讲的 现在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流行语叫什么呢 叫撸起袖子加油干 所以呢我想跟所有的朋友 包括我们的媒体朋友 一起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推动我们大家也知道 这个时期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合作 就是双边的务实合作 我们要把很多的务实合作落到实处 把两国领导人以及两国人民的期待 我们把它落到实处 这些合作我们要把它落地 随后三级政府官员及社区代表 纷纷上台发表讲话 对何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欢迎额总理 总理是额副官宋长 祝你们在 到很多权货与平坏 新的政府 就要做上个人面白 通过官方 各级政府 民间的共同 优势不大量 国内部的学院 加入关系 提到前所的新的道路 我们华人总会 将会一人计 选择举例 防击一致 积极新助 在何伟主领事代理下 领导各项工作 代表汇丰银行 我们非常欢迎 何总理事来到多文多 我们华人社区 在这边是主重 亲众的一个角色 在多文多的社区 我们汇丰银行一向很幸运 能够跟华人社区 一向保持很好的关系 我们说了很多 华人新移民的支持 跟华人的企业家 所以我们很高兴 今天来这边欢迎 我们新道路人的何总领事 希望我们汇丰银行 能够继续地跟华人社区 继续保持非常密切的 联络 也会尽一切的能力来支持 支持我们何总领事 所以我们上会也是一直是 极力推动安大略神 和加拿大 这个江苏各方面的一些交流 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 欢迎新的总领事到任 今天很高兴 我来应邀参加 这个何总领事 这个到多伦多这边来 做新的总领事 我很开心 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加拿大 现在是越来越好 因为国家强大了 对我们华人在加拿大 要感觉到很高兴 要很荣耀 何伟是中国驻多伦多 首位七零后总领事 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 曾先后在中国外交部 和亚洲中美洲等地任职 这次到多伦多上任前 他在中国外交部边界 与海洋事务司任副司长 这是加拿大王的电视记者 发自活动现场的报道 第一次到达码城坡仓 第三次到达码城坡仓 词队坡仓 队坡仓 二年再次到达码城坡仓